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学义篇第八节 子弱 君子不重 则不威 何则不顾 主宗信 无有不如己者 过则物办改 众即是庄重致辞 威是威严端正 学之不顾即是所学的东西就不得劳固 主宗信是以忠信为主 无是不要的意思 不如己者 在这里是子不忠不信的人 过 过错 过失 但 害怕 畏惧 这次提到 孔子说 一个君子如果不尊重就没有威严 就算是读书所学到的东西都不会得劳固 行事就以当忠信为两种道德为主 又不要跟不忠不信的人交朋友 如果到有了过错的时候 就要不要怕去改正 这里 孔子就将君子从内到外的修养联系起来 一个人内心端正庄严的话 就会反映到气质用颜上 神态就会庄重威严大方得体 那君子呢 要善于结构朋友 要选择跟自己一样忠信的人 遇到错误的时候 就要正面对待 不要逃避掩饰 要勇敢地加以改正 总括来说 君子就是这三大的重点 就是庄重、忠信和知财要改了